练魔旅1966年生于日本,于20世纪80年代,加入少年偶像团木没收,该团背后推手,来AKB之父邱元康。 放在现在也是年轻小鲜肉一枚的啊,乍一看还跟刘德华有几分相似,那当年的他也是俘获了一种名媚们的心。 然而,收心人被影响再加上自身的原因,艳魔旅渐渐过气,于是他开始转型人家,都是转型做古董,做幕后这位转型做美食主持人。 于是,这时还好,他只是个胖胖的叔叔,然而故事部会这样结束,看着我的眼神告诉我爱我你怕了吗? 郑爽整容夹自己作死最长残的画壁中的牡丹可以说是颜值巅峰了后来整容,暴瘦和张汉胡脸边的纷纷和和天天朝冷饭,一点小事也要上热搜, 再后来看到他就变成了这样,微微一笑很清澈,这假脸的感觉,也是醉了大后瘦手花就问美不美,还有用来当逼起的作为一个女生都已经完全沉浸在这种美中啊,太迷人了好吗? 稍微长大一点成年后,也还是可以的依然清澈可爱,但是现在脸变得好宽好大啊,但其实也还好,只是少了那种惊艳灵动的感觉了, 柯洛、莫瑞兹还变王中的超杀女,当年惊艳的双马尾小萝莉没把生人物就完美侧颜,危险又迷人而现在,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先到这里,朋友们有没有要补充的呢?欢迎留言。